利落线条搭配大大的V字logo 多数人可能都不认识 它是越南电动车品牌VinFest 连在越南都还不算家喻户晓 却野心勃勃进军竞争 早已很激烈的美国市场 VinFest意高人胆大 正是因为母公司是越南最大民营企业VinGroup 负责人同时也是越南首富潘日旺 砸下20亿美元约新台币600亿 在北卡罗乃纳州设立电动车厂 年底前除了要达到开展30家门市的目标 还要力拼IPO上市 我们是建立一个基础 车和系统和材料的质量 同时车和车和技术的技术 技术和技术的技术 很重要用亲民的价格提供优质产品 VinFest VF8休旅车约122万 特斯拉最小型休旅车 Model Y约200万 VinFest便宜约78万台币 正因为它有独特的电池出租模式 车主买车时不必买电池 而是根据开车需求选取租赁方案 每个月约1000块到5000块台币的月租费 开多少 付多少 很多人会不会开车 它仍然能看到 如果市场买股 能够放40、50、60千元 在一个新的不知名品牌 从一个国家没有建设车 VinFest 2021年 在越南只有卖出 3万5千辆电动车 等于在自家脚步都还没有站稳 就先将眼光锁定更大的国际市场 只是美国市场竞争激烈 至少上百家车厂 都要抢分这块大饼 尽管不被看好 但VinFest有信心 要用雄厚资本与独特的商业模式 在美国电动车市场杀出血路 靖新闻综合报道